蓝绿双方的支持群众在民主纪念馆前 明星冲突不断上演 因为教育部上午调来大型升降机 展开拆卸大中制正台楼自体的工程 不过无视底下群众的鼓噪 施工单位从内侧开始动工 两个多小时之后 中字在下午2点26分被首先拆下 紧接着在9分钟后 工作人员顺利拆下了字这个字 2点48分大字也被工作人员调了下来 直到3点08分卸下最后的正字 挂在台楼已经有27年历史的弱大字体被全数卸除 而原本用来固定字体的螺丝钉长达27公分 作者拆卸的工作人员还在施工过程当中有些受伤 受伤了 然后下面还有人说要拿弓箭射杀 你会觉得心里感感焦急 不会啦 受不到 受不到 而去掉了坎在内侧牌楼27年的大宗智政四个字 对于支持者高声进驻 蓝营支持者则是频频叫骂 只是在拆卸字体的过程中 现场零星冲突不断发生 警方只能强制隔离双方群众 但整个大宗智政台品拆卸的过程平和结束 记者台北纵步道 12月7号下午5点20分 最后一个阵子 中午震不住 应声掉落 我看台北27年的大宗智政 下台一鞠躬 另外两个大宗智政八个字 整整搏斗八个小时 先用起子铁锤 没好 再用枣子 也是无动于衷 拔冰出动 最后扎轮机出马了 从早上十点开始 光震这个字就拆了四个小时 竟然只拆下这根螺丝钉 正是这么倔强 改对字这个字下手 还是没效 只好转拆中 没想到中字第一个掉下来 一回声二回首 工人手脚是越拆越利落 拆下来的字也迅速用红布包好 七个大男人吃力的搬上的货车 送进典藏室 该部也打铁趁热 亮相未来的新牌匾 自由广场 太阳王羲智的字体 长宽175公分 粗钢包铜皮 跟原来字体一样是黑色的 就等好时程 为大中制政改头换面 而主体建筑悬挂的中正建堂 一旦拜拜 就会换上这个七块花钢岩拼成的 台湾民主纪念馆 七个大字用欧阳群的字体 为中正建堂换新装 贝里劳工局搬出了停工令 教育部拆不停 劳工局长孙林贵 气炸了找上门当场杠上 昨天你们处长跟他带了人员 就发现 没有立即发生危险之宜 不要胡说八道 因为处长昨天 不要胡说八道 早上清楚地写了公文 不要胡说八道 然后我个人很愿意 私人监管 我可以省时检用监管 给国民党中央党部 或帮助马银九先生 早一点实现信愿 让他们在中央党部 或马银九家里 装上大宗市政这几个字 这些人 那个几代 还没有切断 我们不是要求 他们要切代几段 我们是要求他们 要往民主自由的大道 来慢进 看到这次 动用了大批的警力 封锁了中正纪念堂 然后违法的来拆扁 违法的来破骨鸡 而违法的不保护 民众的安全 我想这都是 只有在戒严心态下 戒严的政府 才会做的事情 台北市政府 也对教育部 没照程序拆排扁 开出一百万的罚单 但再多的罚单 也没办法留住 大宗制政 最后一页 记者台北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